大家好,我是陸少奇 那我是第六屆台灣好厲害的學員 那我就讀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那這是我的結業簡報 那我在台灣好厲害這個計畫所參加的課程 主要有惡意城市 然後我學到了GEDRA的使用方法還有惡意城市逆向工程 那內瓦滲透也有學到相關的知識 那其他的在這一頁簡報裡面有多加說明 因此不多贅述 那主要我最喜歡的課程是WEB安全漫談 因為等一下會提到說我有在學CTF競賽 那CTF競賽常常有WEB這個內容 那這幾個議題 像有FI啊 這種 或是SSRF 在那個網頁資訊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的概念 那我覺得我學這個是 認為我是最有用的 那數位監視這課程 還有內網滲透這兩個課程 他們兩個都非常的實用 也有學到工具如何使用 那對我在實務上有 非常大的了解 那教學經歷與獲邀演講 首先先提到教學經歷 那因為我是在中科時中機器人研究社 那我在裡面是擔任教學 那有一次課程中我特別安排 資訊安全 以及機器人的資訊安全 汽車資訊安全等議題 因為我們是機器人 那會想要向大家介紹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我這也為了要在那個考完學測之後 舉辦一個中科時中機研社的校內資訊安全挑戰賽 但是這是等到了明年的 因為我要準備學測 那這是我指導的有一個有興趣的學弟 這個是我 這個是學弟 那他 開始對資訊安全有興趣 所以我就決定 幫助他創建一個CTF的隊伍 然後並且教他 基本CTF的知識 然後也有帶他去參加 組隊參加踢貓碑資訊安全競賽 那等一下也會提到 那另外有獲邀一個演講 等一下也會提到說有參加過一個CTF 是基內亞共和國資訊安全局所舉辦的競賽 那在那比賽中 如果是該國的人 我還可以得到獎品 然後可以到這個會場 他們國家的資訊安全大會發言 可惜 因為沒辦法到那邊所以 他說可以用錄影的方式 所以我就錄了一個影片在他們國家資訊安全會議上面 進行演講 發表感言 那除錯紀錄 因為我還有在 經濟部的AI人才課程 網站上課 然後他上面有準備給高中生的課程 你只要把課程完成之後 就可以得到證書 重點是他的證書驗證系統 上面有一個按鈕 那那個按鈕後來我寄信給他們通知後 他們已經把這個功能已經 修好了 但他們的按鈕都有一個問題 雖然沒有上課 你按了按鈕他也不會有反應 但是你將你按鈕 上面的網址 複製貼上之後 你就可以在 他的那個 URL上面 生成一張證書 即使你沒有上課 那主要原因就是 邏輯與全線設計不良 那這邊就有詳細敘述 那他們是用 AWS系統 雖然我對AWS 還不太熟悉 但是我有在信中告訴他們 如果這個AWS 他這裡有漏洞 有全線設計不良 那假如有更大漏洞 我們沒有發現 但是 不安分子 發現了 那 他就可以進入他的AWS伺服器 進行破壞 有在 寄給他們的信裡面特別提到 那琴壓競賽成果 我有參加2022T貓杯全國資安 職務等地競賽 高中組我拿到全國 第三名 那就有 但剛剛提到那個學弟 我們兩個就一起去比 那分共合作也很重要 我們主要分兩頭做題目 因為越早解除來的人 可以得到分數越高 因此我們就這樣子合作 然後得到全國第三名 那另外也有參加 My First CTF 資安競賽 那這次比賽總共有166個參賽者 那我是得到第59名 那注意這是 全部不分組 就是有包括大學還有研究生還有高中生一起比 那大概是35% 那其他學習紀錄 除了在台灣好厲害給的課程之中 因為學校老師介紹說 他們有一個研習的網站 是公務醫學員 那裡面有給一般民眾的課程 就是一般民眾也可以登進去學 那裡面就有資訊安全領域 那我就在上面學了28個小時 那資訊安全隊伍介紹 那我的CTF隊伍叫做 Soushi Lu 就是我的英文拼音 那成員就只有我 目前也找不到人 這是我的名片 那目前 這是我們的網站 然後目前本隊是2022年 台灣排名第10名 那因為這個 是動態計分版 就是點進去之後就可以看到一個動態計分版 那因為還沒結束所以排名可能會改變 目前是以簡報時間 就是完成這張簡報時間 就是2022 7月5號為主 那今天 目前是台灣前10名 之後可能給各位教授老師看這個簡報時候可能 排名還會更變 那 那接下來 是本隊所 比賽 的表格 那一下子列出 有得到前50%的比賽 那 首先這是我們有去其他國家比賽的 地圖 那我們總共去過其他九個國家比賽 然後還有一個是在 上海復旦大學的線上資安比賽 那總共有去過美洲非洲 歐洲亞洲 那 大洋洲跟 南美洲這兩個不知道要哪時候才會比到他們的比賽 那 以下就是列出的CTF資訊安全競賽紀錄 那這個隊伍是從 2021年開始 那這邊有打錯 其實這邊是2021 對 那這個隊伍 其實很年輕 他只有一年而已 那 等下 會提到 那其他就是說我們 專業證照 在寒假期間 Oracle公司 的線上平台有資訊安全 雲端安全課程 那是針對他們的產品 所推出的免費課程 那上完課可以得到 免費的考證照機會 那我就通過了 微軟雲端基礎設施安全助理 還有 甲骨文雲端平台安全識別 安全管理專家 我得到這兩個證照 那也學過他們的官方課程 那微軟公司也有提供類似的 服務 他們也有 推出免費課程 免費證照 那我有去學習 那他們 叫做 微軟 安全合規性 身份識別 基礎證照 那這也是我 客外 另外自己 找時間去學 並且考到的證照 那接下來 就是 秀除剛剛所提到的一些比賽的證照 還有 獎狀 那第1個是微軟的資訊安全基礎證照 那這個是甲骨文公司的 身份識別與安全管理的證照 那這張是 微軟雲端 甲骨文雲端 基礎設施安全助理的證照 那這3張都是 利用 利用寒假的課餘時間來學習 然後並且完成他的課程 然後再來 參加他的證照考試 那這些都是免費的 那接下來是我在 資訊安全所得到的一些獎狀 這些都是國外的比賽 這些都是國外的比賽 像這個是印度的比賽 叫Ekinac CTF 那這個是以前曾經登上全球第1名的 隊伍叫做The Hacker Crew辦的比賽 那再來這張是在北非國家摩洛哥的比賽 那像這張 這個全球的隊伍是前三分之一 33% 那這個大概是前40%的比賽 那這個是 一個印度的資訊安全協會所辦的 那我這次參加是 資安創意發想組 那可惜沒有進入他的決賽 只有在他的出賽而已 那這個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西非國家幾內亞國家安全 就是資訊安全局所辦的 比賽 那因為這次表現還不錯 在210個人得到前34 他的percent數是非常的前面的 因此還受邀到他們的 資訊安全大會發表感言 那這個是印度的資訊安全比賽 這個是在香港所舉辦的 比賽那是我比較早 這個隊伍比較早期的一個競賽 那後來 剛剛有提到說我跟學弟組隊 然後教他資訊安全 那這個就是我們 所參加的踢貓杯所給的入圍證明 那這是參賽證明 那最後這一張是我跟他 在踢貓杯所得到的一個獎狀 那因為我們有合作 大概 高中生總共有解出六體 有三體是我們拿到手殺 那也就是全部隊友裡面第一個解出來的 六體裡面我們 就是解出了三體 我們是有三體是做最快的 那 話說到這裡 我在 My first CTF 有一體是 全部裡面第二個解出來的 那在 復旦大學的 CTF 裡面也有一體 我是得到全場 第三名 就是 最早解的那一體 第三名 因為我要 考學測了 所以下半年 應該比較不會去參加一些 CTF 那希望我學測可以考好考完再回來一筆 CTF 那最後是我的 心得感想 那最後是我在這個課程的心得 還有未來展望 在這個課程中我獲益良多 其實我學資訊安全是從 2021年的 4月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資訊安全 那是 教育部資訊安全計劃 給高中生的課程 那那次我是學Linux 那Linux課程之後 最後有教到一個叫做 Stegle引寫術 看似這個在CTF是很基礎的提醒 但是因為我覺得 學Linux 學完這個作業系統之後 就要Stegle這個題目 我覺得很有趣 那那次也有類似CTF的平台 因此我就開始對資訊安全這個領域有興趣 因為我未來是想要學習資訊工程 那資訊安全 後來也有推出相關的系列課程 因為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我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都有報名 那後來 收到這個台灣好厲害的推薦 推薦我去參加 因此我就報名 然後並且進入台灣好厲害這個課程 那其實這個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有一年都在台灣好厲害學習 我覺得我在裡面有獲得很多成長 那學到很多資訊安全的實務 那甚至我現在目前 已經快要高三了 在選擇大學的方面 也會 選資訊工程也會特別去留意說 這間大學的資訊工程系 有沒有特別在 專注在資訊安全這個領域 因為我想要繼續學習這塊領域下去 那CTF比賽這方面的心得 那CTF比賽的心得是 一個 這個隊伍 有關這隊伍的心得 那首先這個隊伍的創立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過程 因為那時候 11月的時候 10月11月那時候 去年 那時候收到那個台灣好厲害辦公室 推薦大家去參加 台大的Bellson比賽 那Bellson比賽他下面那封信著名說要多參加比賽才能 順利結業 那時候就很好奇 那就去參加Bellson 然後那時候因為以為 這個比賽會很正式 所以 我就打擊英文拼音 那這就是我隊名的由來 那這個隊伍後來就 開始比CTF 就用這個名字比下去 那 我在這個 比賽的過程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新的新手 那我主要是 會比的 會寫的題目我就寫 那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參加CTF 那就是有就會去參加 那即使有一些題目我看得懂但是我不會 對 那我會等到比完賽去看Ride Up 那我就是用這種模式 在 周末時候自己學習這些新的CTF的 競技 這方面的 技巧 那經過多個 禮拜然後多次的學習之後 覺得我在資訊安全這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 原本可能不會SSRF或是XXE 那最後也是把 這些比較 不熟悉的領域 都把它解出來 那 此外我在 復旦大學的比賽中也拿到兩個 拿到一個 第二個結出來的 然後在 MyFirstCTF也有一題是第二個結出來 那在剛剛所提到的提貓貝 大概有三題是 裡面有十幾題 那我們高中組實際做出來的總共只有六題 有一半的題目 都是我們這一隊 就是我跟學弟 有三題 一半的高中生會的題目 有一半是我們 拿到手殺就是第一個結出來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一個經驗 那也要謝謝 各位台灣好厲害的講師 然後還有教授 還有舉辦的相關人物 讓我能在這個 資訊安全有所掌勁 謝謝大家 那以上是我的簡報影片